绝非造作 古曰五位 不要以为好像我们这一切话都是有为的造作 我们看新加坡一栋一栋大厦 天天那么工人在设计工程中 这不都是人造型吗 造型那是人 其实这个现象 心地清净的人 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就已经看得很清楚 那怎么是你造的 你要造的 为什么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了 那我在没有造之前释迦牟尼佛怎么看到 可见的 早就有了 你不过是加一点语言而已 那么这个事情 我相信有不少人能够同意这个说法 所以有预先知道 这个是中国外国都有所谓的预言 能知道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以后的事情 要发生什么事情 可见的 那不都已经好像是注定点 都已经是现成点 哪里是造尊 既非造尊 那岂不是清净本然 岂不是世间相常住 这样叫我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频道